沿着街道扣墙小跑步举枪瞄准 连环枪响还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突击队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激烈交火 狭窄的巷弄和民宅屋顶 枪林弹雨宛如战场 以色列军队还投掷手榴弹和催泪瓦斯 我们在一起把人们的手榴弹 把人们的手榴弹抵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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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 周四就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折宁上演 以色列声称为了阻止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策划重大恐攻 因此突袭折宁难民营 总共9位巴勒斯坦人身亡包括两位平民 是当地2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过去一年以色列加强扫荡武装分子 紧张情势在这次攻坚后升到最高点 巴勒斯坦人群情激愤痛批以色列屠杀 当天晚上加萨走廊两枚火箭射向以色列报复 空中小让点就是被拦截的火箭 以色列周五再对加萨空袭反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星期就要拜访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和埃及 尾巴关系却在这时候降到冰点 也让华府相当尴尬 TVBS新闻组合报导